大家好,我是Den 2019年7月18号 在日本京都发生了日本动漫制作公司 景都动画纵火案 造成36人死亡,33人受伤 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惨烈的纵火案 当时日本警方以谋杀和纵火等罪名 在现场逮捕了40岁的男子清夜真似 4年后,日本警方在上周于 景都地方法院举行的公开审判中 向法院要求对清夜判处死刑 而随着清夜的死刑求刑消息 另外也有一个人引起了网友们的话题 他就是救活清夜的医师上田金波 事发当时,清夜也严重受伤,陷入昏迷 但认为受伤专家的上田医师没有放弃 他培养了清夜身上仅剩下约8厘米的正常皮肤组织 经过5次的移植手术,最终救活了他 这个案子的审判之所以晚开始 也是因为清夜的治疗时间给耽误了 那上田医师为什么要拼了命的救活这个畜生呢? 上田医师在NHK的访谈中表示 为了受害者们不能让他逃避到死亡中去 即使时间再久 上田医师也想要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最终将纵火犯带到了法律的审判谈前 清夜在6号的被告询问中对遗书表达了歉意 这是在事件后的首次道歉 而有关他的一审判决将于明年1月25号宣判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死亡的边缘抓住一领不让他逼确的抛毙 把他拉回来的医师真是太棒了 在手术过程中应该会有很多次想要直接杀了他的憎恨 但能够保持冷静到底 见到医师本分真的令人惊奇且值得尊敬 这对受害者和医属来说一定是很大的安慰 身受严重烧伤时本身就是极度的痛苦 这是最严厉的惩罚 鼓掌 因为那家伙的暴行 警督动画至今未能恢复至以往的状态 我希望犯人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审判 并向为了争议而努力的医生表示敬意 我真心觉得罪犯们说 对不起我反省了 非常令人作恶 延误至极 面临审判的加害者所谓的道歉 只是利用受害者和医属来减轻自己的刑期 是欺骗和侮辱 不过也有这样的反应 有很多人因为没钱接受不了治疗而死去 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级的技术 尽全力去救那该死的人呢 有这个时间应该要去帮助那些没钱的人 对于上天一世的为了受害者们 不能让他逃避到死亡中去 以及网友的有时间应该去帮助那些没钱的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